好 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新北市的选情了 目前从民调的结果来看 朱立伦呢还是超越了蔡英文 但是呢在选战倒数22天 未来的这几天还会有变数吗 我们当然要来看看 这个上一届在台北线的这个选情的部分 这个最新的这个数据 把这个过早的这个数据拿出来 台北线在这边 好 国民党 好 那时候是周习伟 拿到98万8千多票 好 得票率是54.87% 好 在这个第二行 然后呢 民进党当时是罗文佳 他拿到79万8千多票 得票率是44.3% 那现在呢这个朱立伦呢 他就极力的呼吁 一定要出来投 而且呢 好像现在这个评估 是用65%的这个投票率去算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希望能够拿到目标110万票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才会比较容易有赢面 因为呢今年台北线这个选举人数 比五年前有增加20万人 那如果把这个人口的变化去算上去的话呢 目标定在110万 否则的话只定100万 其实朱立伦觉得可能呢 还是不是那么的稳 好 辉伦你是不是可以谈一下 那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你的解读 这个当然朱立伦他 现在的担子是很重的 他是非赢不可 而且赢还要赢多一点 因为大家在开票当天就会发现说 会有很多无聊的人 把五度的票通加一加 国民党拿几票 民党拿几票 去算那个总得票 那因为我是不晓得到时候高雄要怎么算 我们待会再谈高雄 那随便 但是朱立伦赢 赢得多 就不能像刚刚各位前辈提到那种惨胜 所以刚好赢五千票 然后当选什么的 可能会笑 但是也笑的不是那么自然 所以他拿这个110万票来当这个目标 这个冲票的目标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为什么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说 因为其实绿的朋友 我待会再举例 就是 蓝军跟中间选民 如果选择韩类不投票 就说啊我就很厉害 我就没那个热情 不会动机 那结果很有可能是绿军会当选 因为你就含泪不投票 那我为什么特别讲说 含泪投票或不投票 因为看到好几个 这个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最近就是候选人 接受友台的专访 其实在友台的 他们就他们以前 在派系之间的那个斗争 其实很明显 就因为那时候 他们要力挺谢长廷 要让谢长廷 在党内初选出现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修理苏贞昌 宇秀莲跟游锡昌嘛 因为是四个人在选嘛 那现在呢 放下一切 其实约末尾才三年多以前的事情 大家都忘了 说啊你本来是福利国的 我本来是谢系的 你是什么系的什么 大家通通放下 绿的朋友就是有这种办法说 啊 我们先不要再插 我们先把国民党修理好 我们两天再再插 他们有这样的特性 那他们的选民说 哎哎哎哎 你对伊克法到底要讲道吗 讲不清楚 那伊克法你们执政做到 就要继续说 他也不敢谈 可是绿的朋友对这是无所谓的 我觉得观众朋友特别注意到 绿的朋友说 啊你太多暧昧了 暧昧是要去骗国民党的 没关系 我知道你身体是跟我同样的 这他们很容易就动员 那个激情跟热情是很凝聚的 相对于绿军这样的状况 可是蓝军就看你这 跟他做说没我们改善呢 那爱恨的分明 然后就说那我不要去投了 可是我就说你不要去投 最后结果是什么 那是民进党当选 然后开票当天 大家在一起来喝酒 痛骂说你为什么不去投 那些都不服 所以蓝绿有这样的一个 结构性的这个不一样 我想差异上 我想候选人也很清楚 刚刚蔡委員提到说 要怎么把那个热情捅起来 刚刚蔡委員有一个部分 我特别强调就是说 好市长已经焦头烂额了 花博要开幕什么已经没有了 现在重点是说中央 中央是有影响 比如说马总统跟这个吴院长 在剩下这几个礼拜里面 能不能把那个气势带起来 因为你当然不是叫你去买票 你当然也要保持行政中立 相对就是说 你要怎么把那个热情 因为你中央如果没有办法 整个鼓舞起来的话 去对五都国民党的候选人 我讲一句实在话 当我的结论 为什么五都 包括台北市好市长在内 为什么选得那么辛苦 除了市政府跟郝龙斌 个人的这个状况 为什么那么辛苦 当然是你中央的问题 你中央如果今天做得很好的话 我都真的算不贏了 中央的部分 我觉得后面这几个礼拜 大家特别观察 好光晴是不是也可以谈一谈 我看现在民进党方面的 这个动作有一点 就是说他现在这个五都 要合体去拍广告 那其实之前我们看到 在打这个花博 打新生高的时候 民进党方面其实是很有战略的 感觉上也很团结 那现在这个选战倒数的时候 开始用这种合体的方式 要来拍广告的话 会不会更进一步的激励 他们的这个选情 其实我觉得那个幅度不会很大 因为有人讲说这次蓝绿对决 如果我们还是这样子一个二分法的话 现在是分裂的国民党 对抗团结的民进党 其实很多次选战都是这样 我们谈到这个高雄市的情况 更是现在四分五裂了 而且是党中有党啊 先前去一个宋楚瑜 后来又来一个新党 这是党中有党的一个情况 那我知道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郝龙斌 过去台北市这个地方 国民党不是有个苏打小组 听说现在有变动 好像是新党的成员 就是过去跟郝龙斌比较合作关系的 又进去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新党挂帅 这个策略是好还是坏 我觉得这个可以的 那你讲到就是说新北市这个部分 我觉得就是朱立伦在民调上面 已经产生一个黄金交叉了 这是一个选战的一个利基 一个利多 他黄金交叉插过去 而且幅度有拉开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为什么要冲 刚才产出100万票 现在要砍110万票 是因为过去周席委 他选上是98万多票 那我朱立伦 我是2016年可能的接班人选之一 我如果去选一个新北市 是 升格咯 我还给你选到100万票而已 我只是赢你周席委2万票 对不对 跟你过去的成绩来看的话 那个幅度不会大 所以他一定要 票一定要冲高 不只是胜选而已 他不是只要拿这个席次 还有关系到2016年 他整个政治实力的一个累积 所以你最好是能够冲越高越好 他是要 要把那个票就硬到一个高点 这是朱立伦他可能除了胜选之外 他另外一个考量 那第三个我觉得就情跑度来讲 这个还有这个对新北市最近的经营来讲 蔡英文远不如朱立伦怎么讲 因为朱立伦是采取苦行僧事的一个跑法 你看不到的 他就是 比如说以三重市来讲 119个里 他是有一个铁马型的 也不是像过去马英九那样子的一个 比较是秀的成分在里面 他是真的去跑每一个里 而且他会播每个礼拜五的 下午他会去 这个我也无关乎这种蓝绿的问题 因为我是看媒体的 这个很实况的每个候选人报导 那他还有一个集拍集取 就是跟那个选民拍照 你就可以拿走 而且你看他每到一地 他就跟过去的宋主一样 他会告诉你说 我来这个地方 我是第几次 所以他是跟你拨甘前 对他是拨甘前 而且他的那个是很绵密的 这个做法 这个跑法 所以这种稳扎稳打 你就相对于来 蔡英文来讲 你知道他们家在 我最近因为我们在林口 我们才知道 连当地的那个居民都会告诉你说 他们家族在 在林口的老街 有一个好大一块的土地 好大一块 就是他们蔡家在林口 早就有耕耘了 因为他有地在那边 虽然很多地方 台北市也有很多地 那可是蔡英文给他感觉是说 他好像是出来乍到 才要去看房子啊 买房子啊 可是他们事实上 以前就有主产在那边了 加上他这个 过去母鸡带小鸡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政治实力一个分配嘛 他现在变成小鸡在带母鸡了 所以你就看到他行程 排的都排不是那么密集 但是蔡英文有一个优势 就是他的一个形象 清清绿的一个形象 虽然我们也对他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观察批评 但是如果他这个形象 能够吸引到不同的 蓝营的选票的话 跟过去绿营的比较 基层的那种选票的话 他会有突出 比如中间选票 或年轻的选票的话 我觉得这个空气票部分 比较难预测 好 韵鹏 事实上我们看到 这个蔡英文又要动起来啊 要展开什么万人晚会啊 而且还是不止一次啊 甚至好像还有说什么礼拜天啊 还要带着大家去爬山啊 等等这样子一个行程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啊 这样会有效吗 不是 地方选举本来首长 就是会因地制宜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主要候选的十几个人 每个人选法都不一样 对 那当然蓝绿会互亏说 你也在参加 我也在参加 那如果说以国民党的角度来看 朱立伦一定会比好市长 更有仰望的机会 所以朱立伦他的策略 跟他喊的票数 就会比较积极一些 我觉得这是他个人的企图心 所以民进党也不会因为这样去说 你朱立伦的参加 那你以后2012就有机会 可以提早升级啊 但是我觉得台北线 比如说朱立伦为什么可以 他认为自己可以超越 那个之前的周锡伟 我不解啦 为什么周锡伟不能连任 那个原因刚才辉文讲说是 他讲现在的国民党选情 低迷跟中央有关 没有错 有关 国民党的确中央执政 大家不是那么满意 但是台北线更特殊的地方 是现任的连任的 国民党提名的周锡伟 他不能选 所以台北线民到底会不会 给国民党更多的票 我不觉得哦 因为毕竟朱立伦也是 心来乍到啦 当然他大家都会认为说 他是未来的明星 但是他的票值不值得比 周锡伟更多 这一点我不敢保证一定没有 但是我觉得实际确实不容易啊 好 休息会进网告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来谈谈 高雄非常紧绷而白热化的选情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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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